剪刀枪不是一句玩笑话 在苗栗游民卖炸鸡的老板 昨天深夜发现自家养的爱犬 从外面叼回来一包精品漱口袋 他打开一看真的是吓坏了 因为里头疑似装了手枪零组件 他担心惹祸上身赶紧报警 至于是真枪还是改造手枪 目前警方已经将零组件送往鉴定 同步扩大调阅监视器 要找出施主到底是谁 宣言11点多 炸鸡店养的黑色土狗 从外面叼回来一包精品漱口袋 东西就放在门口 老板捡起来一拆开 事情大调了 我以为垃圾 然后捡到的时候才知道 就赶快打给大伙 里面竟然有枪管 弹簧 弹侠 手枪零组件 老板就怕惹祸上身 赶紧打电话报警 警察系店家的爱犬 自外面不明处咬回一个漱口袋 那同仁依规定彩政 并送相关党委来检验 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 来厘清案情 警方调阅监视器 要找出施主是谁 也现场采证 依照规定把证物送去鉴定 至于是真枪还是改造枪支 有没有杀伤力 还要等鉴定报告出炉 这件事情我认为还蛮离谱的 我们头奔市区道路上 竟然可以捡到这个枪支的零件 大马路上捡到枪不是一句玩笑话 而是真实上演 还好是被狗叼走 如果是被有心人士捡走 拿去犯案或是改造 后果可是不开设想 记得张欣杰妙力报道 台南永康平交道发生了一起惊魂意外 当时有一名男子开车载着朋友 一次是不熟悉路况 又一次没有保持安全车距 在栅栏放下的时候 车辆就卡在平交道上 还好警方及时救援 按下了平交道 紧急警告钮 过程可说是牵制易法 警示车响起 但怎么办 前方好像有状况 轿车机车统统排在后面 却有一部车竟然是卡在平交道上面 好在刚好有巡逻远警上前救援 猛敲车窗分秒必争 因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车内驾驶也很慌 后面有驾照了 后退 先后退 高分被大喊失望火机 因为火车就要来了 还好再怎么慌 远警一个机灵按下平交道紧急警告钮 车辆尽管一度卡住 但幸好后续火车及时减速 危机减除 铁路平交道上方 以手电筒闪烁模式提醒火车 所以火车停下 本场也具有依法告发 回想起来还是很惊险 事情就发生在18号晚间7点多 原来驾驶是41岁软性移工 当时载着女性朋友疑似不熟路况 又没保持车距车辆才会在柵篮放下 时卡在平交道上 还好没酿成大祸 但危险行为恐怕也已经触发 仅仅平交道与前车 应保持安全应变距离 尽管开车移工有驾照 但还是得面临最高9万元的罚缓 毕竟卡在平交道上 要是火车撞了上来 事情恐怕就大条了 接下来黄夫妻谈不到 前SBL球员吴静颖 被爆出涉嫌打假球 检察官讯后 以涉嫌赌博诈欺等 罪嫌25万人交保 并且限制驻居 蓝鞋也火速对吴静颖 做出了最重的惩处 注销球员注册 那么各联盟不得录用 彻底的将他逐出台湾蓝坛 而现在更有人向周刊爆料 在4月28号 运龙对台比比赛之前 吴静颖就和一名T1联盟球员 讨论地下赌盘的赔率 T1联盟会长钱维娟 就痛批说 他很生气看到球员不自爱 更说这是非常不可取 不治的行为 你们觉得对不起球员 你们觉得错误放水吗 你自称地下总经理是不是 神情憔悴快步走出失灵地检署 他是前SBL球员吴继颖 被爆出疑似配合组头 长期牵赌打甲球 18号下午被检方传唤 驯用以涉嫌赌博 诈欺运动采券发行条例等罪嫌 预知聚保25万元 并限制住居 检警怀疑吴继颖似乎是利用 自己有出场的球赛控分 算他自称是开玩笑 但关键证据曝光 有周刊爆料 4月28号玉龙队台皮比赛前 吴继颖与一名T1联盟球员 赛前讨论地下赌盘赔率 对方直说开盘咯 吴继颖看了看赌盘说 果然是我们让分 对此T1联盟火速切割 但自己的球员 有没有涉嫌签赌 也不敢把话直接说死 不清楚 因为这个时候都不是在 我们T1联盟啊 因为我没有加他的LINE 所以我看 他没有公开嘛 所以我不可能看到 打甲球闹得沸沸扬扬 蓝鞋18号晚间 大动作召开纪律委员会 讨论长达一个半小时 决定彻底将吴静颖 逐出台湾篮滩 注销吴静颖的球员资格 蓝鞋所属的三个联盟跟球队 那不要入用无球 钱伟娟以篮滩学姐的身份就说 很生气看到球员不自爱 完全支持蓝鞋的做法 强调对于打甲球迁堵 令容忍 非常遗憾 我觉得昨天蓝鞋也做了一个 非常明快的一个决定 没有空间没有弹性 政事法这件事情 真的是不可取以外 我觉得是非常不智 吴静颖曾是HBL冠军赛MVP 也曾拿下UBA新人王 秋叹成绩相当亮眼 现在卷入打甲球风波 大好前程就此中断 记得综合报道 政治焦点 总统大选炮火猛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先前提到 说当年时任行政院长的 赖清德曾经为了深奥电厂一事 登门拜访 对此赖清德受访的时候 驳斥这个说法 反批柯文哲 针对双方两次会面 对外公开转述的内容 都不是事实 甚至在会后合照阶段 赖清德又主动地走上台 再度回应 和柯文哲在多年前 一场饭局上的内幕 家宾们站好正准备合照 记者会主人翁赖清德突然想到 该说的还没讲完 直接转身走回台上 医师的训练 私下的谈话是不对外讲 柯文哲主席 我跟他仅仅见面了两次吧 他都公开转述 而且转述的内容不尽事实 主持人一开始还试图解围 但面对媒体提问 赖清德显然有些怒气 正是因为柯文哲对外放话 针对深奥电厂 说赖清德有去拜会他 被赖清德直接点名 柯文哲没接招 反而是科办推估 双方见面的时间点 落在2018年初 而当时的柯市长 对时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第一印象是 南台湾的夏天很热 他穿西装 然后板凳座三分之一 板凳座三分之一的人 在历史上曾经有听过了 就是李登辉前总统 面对的是蒋经国前总统 我不是李登辉前总统 他也不必以蒋经国自居 赖克当时在台南的会面 距今至少时隔五年 赖清德还能具细迷移 还原当时经过 不只批克也把炮口对准 另外一位选战对手侯友宜 他只有一句话 就是厚厚做事情 现在进入选举任何的问题 他都骂我了 有别以往总是低调面对 在野阵营炮火 赖清德这回不忍了 该澄清的面对镜头 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记者林胜贼 萧瑞生 台北报道